6月26日,上汽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汽车报记者,本月德国大众集团已经将其持有的上汽大众股份中的1%转股给奥迪公司,上汽大众的股份由此变更为, 上汽集团持有50%,德国大众持有38%,大众中国持有10%,奥迪股份有限公司和斯科达汽车公司各持有1%,该负责人称,1%的股权转让,为上汽奥迪计划中的收款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筹备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我国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 上汽大众已经具备生产和销售奥迪产品的资质,上汽奥迪项目正在按照各方既定的时间计划稳步推进 就在今天,上汽集团董事长陈宏,在上汽集团2017年度股东大会上,也透露了这个信息,上汽集团发布的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显示, 集团2017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706.39亿元,同比增长15.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344.10亿元,同比增长7.51% 陈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透露上汽奥迪的最新进展,无疑是在给上汽集团的股东注入信心 2016年11月,上汽集团发布公告称,与德国大众在德国沃尔夫斯堡签订了在中国制造和销售奥迪品牌产品,销售奥迪品牌进口车,并提供相关移动服务的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上汽与奥迪的计划,除了公告中,所述将在双方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有现公司引进奥迪品牌产品进行生产和销售,并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新能源汽车就智能互联移动出行服务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外 双方还计划成立由奥迪和上汽各占50%股份的上汽奥迪销售公司,然而,上汽奥迪项目遭到了多方势力的阻挠 去年5月,奥迪经销商联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迪公司多方,根据三亚声明中的诉求达成一致并签署文件 这份59协议中明确表示,一,各方努力确保2022年实现奥迪销量90万,二,第三方不早于2022年1月在中国销售 三,在中国一个销售公司管理经销商网络,将由该销售公司定义网络标准,现有奥迪经销商都将获得该销售公司授权 四,奥迪公司未来在中国销售和服务的产品,全部在当前的一汽大众奥迪经销商在现有有展厅和服务区域,提供销售和服务 这份协议签署后,上期奥迪事件稍显平息,但奥迪整个2017年都在化解这些争端,销量受到了明显影响 去年,奥迪韩信口车在华供销售整车59.53万辆,同比增长1.05%,增长幅度为近几年最低 直到2018年,奥迪的销量才开始回温,1到5月奥迪的全球交付量为78.53万辆 其中,奥迪在中国市场销售了25.84万辆新车,同比增长27.4% 今年年初上汽集团投资者沟通会上,上汽集团总裁陈志欣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 上汽奥迪所有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上汽奥迪项目是双方的需要,也是市场消费升级的需要 之前有消息称,上汽奥迪第一款车型,或将在2022年初上市 但该消息并未得到上汽集团公关部的确认,版权声明